這3天總共 有98件的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 那其中非嚴重的不良事件有27件 死亡的部分有29件 那另外其他一次 嚴重不良事件有42件 那這 29件的死亡的部分 他事實上是在26號有13件 27號10件 那今天是6件 那這29件 總共有12女17男 那他們死亡年齡是在53歲到99歲之間 報導就是說 有一批我們雙邊的雙邊的 莫德納的疫苗 在這2天 禮拜三會進來 那有 有這樣的一個 是會在那個時間進來 不過有相關報導有班次 時間都有一些 誤差在 我們進來的時候再跟大家做報告 我們在去年底的時候就跟Novavax的總公司 就已經談過 跟大家報告 在去年我們對於說 如果開始 進入二期 或者我們認為是有潛力的 我們都會建立一個相關溝通的管道 那在去年底的時候跟Novavax 他們是跟我們講 就是說他們已經參與了 COVAX的平臺 所以他們已開始要以供應COVAX的平臺為主 但後來他在相關的實驗整個到現在比較高 一段落 但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是要從 去年初開始來 如果能夠生產 就以COVAX為主 所以建議我們要在COVAX的平臺做爭取 那這樣子比較可能可以得到的比較早 要不然等到他們在供應COVAX的平臺之後 再有其他的供應 雙邊的這樣的供應 可能都會拖到比較晚的時間